大家好,歡迎收看錄音廠檔 四歲馬系列賽的香港經典一列賽 將會在星期日上演 到時大家又可以留意四歲的新星 Sabrina,你喜歡哪一匹? Toto,今次的賽事 也有不少超新星上陣 我當然會支持她們 希望可以看到她們繼續發光發亮 除了超新星之外 還有幾顆準壽星 聽說呂建威和奇普登 都是22號生日 不知道有壽星加持底下 會不會特別旺呢? 這件事我們到時才知道 不過現在我們可以先看看五名 一起更新馬彈的最新動態 第五 這天的沙田日賽 騎士莫雷拉正值停賽 而法國騎士布達德和潘頓 兩個就鬥得難分難解 最後潘頓憑著拆騎 來自葉楚行馬房的精益球精 以及審集成馬房的上籤 全日以兩貫一季一電的交界成績 壓倒同樣得到兩位的布達德 成為騎士王 第四 當日的焦點賽事就是 香港旋東會60周年紀念碑 這場1650米泥地賽事 由蘇偉賢訓練 楊明倫刷劇的經典帝國 以半個馬位之差 力壓美麗巨星爺馬 成功捧杯 這次亦是表情王練馬師蘇偉賢 繼上星期三的賽事之後 再次爺馬 第四 練馬師葉楚行,今季成績不錯 明晚的跑馬地夜賽 他的參賽馬榮冠大盜 上將各族谷草千八米賽事 雖然在十二檔出閘 但仍然能夠在利保利跨下 擊敗對手超過一個馬位 今仗繼續以原裝配搭 出戰同情賽事 又可不可以像上季季美一樣 贏完再贏呢 兩位,我有條難題想請教大家 甚麼呢 啤酒搭配炸雞,很合理 但我想優雅一點,喝杯紅白酒 應該搭配甚麼呢 圖真是長大了 很優雅,喝紅白酒 喝紅酒當然要配肉類 至於白酒當然要配海鮮 正確 不過Sabrina 有一點可以搭配紅酒和白酒 這是甚麼 就是朋友 有甚麼好得跟朋友一起聊天 摸著酒杯底 你說是富福何求 又有道理 真是 пл partic zat 好 Cannes 駕將刺激的夜菜當然要留意 但跑馬地馬場的派對 也不能錯過 明晚,跑馬地馬場 會舉行以美酒為主題派對 現場除了有多款 來自世界各地的香檳和蒟酒外 還有不同的特色送酒小食 給各位品嘗 可以一邊享受你吃 一邊摸著杯底看馬仔,真棒 第一 香港四歲馬經典賽事系列首關 香港經典一里賽 將會在1月21日 在沙田馬場隆重上演 這一天,不少被譽為主要爭勝分子 都有參與洩襲,積極被戰 來自蔡約翰馬房的當家精選 是目前評分最高的四歲馬 這一匹賽區在陽明倫跨下 表現亮眼,以第一名過終點 而參與同一組試襲的 還有來自約翰摩雅馬房的 昆士蘭打比冠軍,佳藤區 這匹馬沿途亦有不錯的走勢 在背湯尾跨下以第七名過終點 而另一匹同樣來自 大摩馬房的四歲街市 就是信心保證 這匹馬火柏背湯尾 參與第二組千二米試襲 在末段展現凌厲後徑 最終以第四名過終點 表現出色 究竟哪匹四歲新星 可以在香港經典一里賽 打響頭炮呢 1月21日,沙田馬場揭曉 我要把阿圖過來看看 這間隱世小店 有個很邪惡的紫薯芝士拉絲蛋糕 你看看,看見都流了好水 真是這麼多芝士 這些帶女朋友去就一流了 我決定今個星期 預料兩小時帶椅子出去排隊 剛好等她起身,應該剛剛好 阿桃 是 暖男不是這樣做的 你這樣叫做壞規矩,好嗎? 其實帶女朋友去吃好東西 最好的地方是一個好選擇 轉教一下 好 好, 剛剛好, 剛剛好 怎麼樣?鍾建威 約我約我聊天, 約我來馬場 這麼多人怎麼聊? 馬場人多熱鬧, 開心, 放心 約你聊天, 我當然是 預約定位置, 和你坐下來慢慢聊 是不是?走吧… 不要吃東西 看起來很漂亮 這裡很棒 這裡可以一邊慢慢聊天 一邊看完整條賽道 看著馬匹衝刺那一刻, 很爽 我不是說話嗎? 這麼漂亮, 當然要拍照照片打號卡 你不慢慢打, 我先去拿東西吃 等等 可以看馬, 聊天, 固然重要 但這裡的地中海風半自助餐 就更是兩點鐘的兩點 多款頭盤和甜品任選擇 無論是戴衛王還是甜品精 都能滿足 叫得半自助餐 當然是有些主要負責 這裡每晚有六個主要負責 我認識你這麼久了, 當然知道你想吃什麼 所以給你吃了這兩款 這是什麼? 你這個就是炸酥皮大蝦 換上蛋黃醬 和意式的海黃蜜形粉 它的龍蝦味很濃 很香 是的 還有它的粉滑滑滑滑滑 是 至於我這個, 厲害了 一看就知道, 不是菠蘿包 這個就是釀了蘑菇、鵝肝的威靈燉牛 你看看嗎? 牛的很厚 很厚, 很厚 而且這個酥皮可以把牛柳的汁 完全吸收進去 好吃嗎? 好吃 好吃 最棒是可以喝黑松露紅酒汁 蠔酒和牛是最適合的 把牛味放出來 也挺健康的 因為有菠菜苗在旁邊的, 盤菜 享受完美食 當然要探望一杯美酒 介紹這杯Sprinter 和Gallery Romance 來到不只吃的 也叫了一杯飲料給你喝 好, 你先嘗嘗 你這杯叫Sprinter 它用了Forka做酒的基礎 對, 再加上它的顏色很適合你 是用了Campberry 還有一點荔枝汁 對, 上面加了檸檬皮 上面有些比較甘香的 它是酸酸的 而且沒什麼酒味 我覺得挺適合女生喝的 我試完我這杯了 我這杯也是標準飲料 它叫Gallery Romance 它綠色很適合馬場 對 對, 經常說很清聰 因為用了蜜瓜酒, 所以是綠色的 再加上一杯飲料, 所以酒味比較重 它用了菠蘿汁和青檸汁 調味道會比較甜 所以挺適合 清新, 是嗎? 對 不如我們拿一杯飲料 出去露台看馬路 哪裡看哪裡? 去吧 去中間, 去中間… 看在前面 上啊… 上啊… 去吧… 真的上去 上去… 上去吧… 現場看馬真的很刺激 可惜我對賽馬有認識不太深 不然, 看我中投入 沒問題, 跟我來 這裡有專區可以以互動形式 參與賽馬 還可以在這裡上為初學者而設的 Racing 101班 Racing Specialist 會為你講解賽馬知識 以及分析賽馬形勢 等你贏在起跑線 賽馬沒有難度了 吃完玩完了 是時候要跟你談心事 好像快要開跑了 出去看馬路了 是嗎? 你… 是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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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認識每個菜我都要上班 不然我都可以一邊吃好生 一邊看賽事 想起都覺得完美 沒辦法了 這些就是賽馬節目主持的宿命 因為都沒有家方 不過以下下來的嘉賓 阿Kake在燕眼界都打滾多年 都可以聽聽他不少新選史 待會回來一起聽聽他有多酸